卓水溪社区大学成果展从水里国中的中庭川堂到礼堂热闹滚滚 这可是由各分校联合展现的学习成果博览会 南投县政府对于我们社区大学的教育课程一直是不予以利的 我们也积极地争取了非常多的经费来挹注在我们的社区大学 也非常感谢我们乡亲的支持 因为疫情的期间乡亲可能对于出来上课会有一点考量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春季班的在招生的时候 欢迎我们的乡亲们永远的回龙 可以看到我们学员不管在动态或者是在静态方面 他们都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学习方式的呈现 然后展现出了我们学员的一个活力以及青春 以及他们很自信的一个学习 由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辅导的佐水溪社区大学 今年来到水里国中展出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参观 体验后都相当肯定 我觉得就是社区大学跟青春这样做结合的话 是对于我们的地方的活络 然后跟学员们之间来交流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有啊很多元啊可以画可以手作啊可以吃啊 因为表演啊都蛮OK的啊 这次感觉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就是说还蛮热闹的 有很多说文创啦艺术啦 还有一些老师的那个爱心跟那个专业 很棒 然后有一个就是建议的就是说 因为他表演 表演跟我们这个摊位 我觉得有一点距离 应该那个空位有没有 那个很大的那个空位觉得 所以说舞台在那边的话 那会更集中会更热弱 现场不管是动态演出 还是特色摊位 以及各项DIY体验 呈现学员学习成果与充实快乐的心情 显示社区大学的正面功能 欢迎乡亲踊跃来报名 记者曾光佑水里香采访报道